没错啊兄弟们 我家这小女子就是个蠢蠢的吃货 这飞机还在滑行呢 就开始要饭了 事情是这么回事 小达莎因为第一次坐飞机 那是对什么都好奇 出发前就问我飞机上有没有厕所 有没有降落伞 这上了飞机还没等起飞 就问我啥时候开饭 这过了一会儿餐食终于上来了 也给你们看看这俄行都吃啥 俄罗斯行晚上的这个餐食 这个是鸡肉 这个是那个空夜的 然后还有点那个姜豆这样 还给了一杯红茶 剩下的就是面包 巧克力这类零食了 虽然这小泥子昨天晚上兴奋了一宿 那都没怎么睡 可这到了飞机上还是这么精神 他就透过机窗拍拍看看 玩了一整路 那还动不动的问我一些比较离谱的问题 就这行李是拖运 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带上飞机的问题 我都给他解释了好半天 就这样大概费了四五个小时 我俩也就成功落地莫斯科了 这下飞机的第一见识 当然是吃饭了 我这个我这几个是一共花了2700多 小300块钱 在夜空的话就这几个样 大概也就80块钱撑死了 就两个 我这边垫了就两个1500多和一百七十块钱价 在夜空的话也就五六十块钱 太贵了 三十块钱 我说我这边有免费你 吃饭了 你吃饭了 我这个肝麻炫飞机 也可以吃饭了 我自己看你把于宝宝 吃饭好了 我炫了 我去这个肝麻炫 可以吃饭了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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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说实话这时候小达莎还是比我淡定的 我是害怕去了亚美尼亚办不了就回不来了 小达莎就连续的给那边的俄罗斯大使馆打电话 反复的确认了因为我有俄罗斯妻子 所以在那边的政策还是可以办理的 我们就只能耐心的等待下一趟航班继续前往亚美尼亚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啊 一个问题解决了前面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我